心无挂碍才是真修 我们学佛人不能一会儿对佛法母体投地泪如泉涌 刚刚开始接触佛法 开始弘法的时候 突然觉得菩萨怎么这么好啊 哭着诉说 我终于找到了法宝 可是当自己心理上出现一点点障碍的时候 马上就开始诽谤佛法 马上就开始懈怠甚至退转 这就好比一个人的性格一样 今天开心明天不开心 明天不好了 后天又神经兮兮的笑起来了 让别人捉摸不透 像一棵墙头草一样两边倒 所以学佛人不能一会儿开心的不得了 觉得这个世界很美丽 是为你所造 一会儿难过伤心的不得了 觉得这个世界简直没救了 很多人就是活在这两面当中 一会儿拿自己的梦境来激励和鼓励自己 一会儿又要跟自己的心做一个决裂 而且拼命地去批判自己或去做过的事情 认为自己真是一个该死的人 后悔当初 不管碰到大事小事 天天只知道求 心中只想着 我要是买个大房子 我就开心了 我孩子能够考上名牌大学 我就开心了 我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如愿 我死了也无所谓 人就是在这种欲望当中 生啊死啊 不停地让灵魂进进出出 让自己的心遭受很多的 难过抱怨忧愁怀疑 心生动摇 心不安宁 而不知道怎么样 让自己的心变成佛心 有的学佛人刚念了一点经文 还以为自己很了不得 觉得自己开悟了 以为自己是佛主降生 胡散在灵 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宇宙的主宰了 你不要说没有这种人 这种人到处都有 你给他一点机会 他就忘乎所以 把别人不当一回事 而且还要掺杂着人间的名利 实际上 他的心已经不能守戒 他已经开始幻听幻视了 什么叫幻听啊 就是听到的 都是空的 虚的 不真实的 什么叫幻视呢 就是眼睛看见的东西 都是不真实的 这个世界 他以为是真的 大家都在贪财 你也贪财 最后贪的人全部都倒霉 那么你也跟着倒霉 所有的人都在买股票 你也去花大量的钱买股票 最近股票大丁 人家还有一点底子 而你一下子一分钱都没有了 那么就跳楼了 任何一切都会有偏差 而且人在有了偏差之后 只要脑子里想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只要你想到一些 跟灵界有关系的事情 比方说 我不想活了 我想到天上去了 又比方说 我为什么这么苦啊 能不能找一个方法 让我发财 所有的这一切 只要让灵界听到了 他马上就到你身上来 因为你有求 他们就来应你 这个不是菩萨的有求比应 而是你内心的摩 还是上身来找你 所以 一个人不能因为觉得 自己在世界上 做错很多事情 就破碗破摔地 继续癫黄 无知 愚昧 真正好的弟子 应该超凡如圣 就是把人间的一切烦恼 和人间的一切烦心所动的 烦人之事 全部去掉 要超越他 进入圣贤的思维 实际上 就是进入菩萨的思维 所以 真正好的弟子 会一步一个脚印的 跟着师父 好好的 学佛修心 不起妄念的心 叫清净心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 没有去想得不到的事情 你就有清净心 起心动念 都是菩萨心 那你才能 公正无私 无障无碍 慈悲众生 师父说 只有这种人 才没有贪嗔痴 只有这种人 才能坐上莲花 所以 一个能够去除 贪嗔痴的人 他就可以进入 莲花境界 那么莲花境界 是什么呢 就是洁白 无暇 纯真 想一想 人的心 现在纯真吗 骗来骗去 女人不讲真话 男人 尽说假话 孩子跟着 也说谎话 心里的话不讲 外表的话 拼命去讲 内心的痛苦 自己承受着 对外不断地 制造那些 痛苦的根源 让自己的心 承受着难过 饱受压力的摧残 这就是 人的愚痴和无知 师父要你们懂得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僧接地 菩提萨婆科 这个意思就是说 菩萨啊菩萨 大智慧 要到达彼岸 也就是说 我们拥有了 菩萨的智慧 我们才能用 这种智慧 进入菩萨的境界 才能到达彼岸 所以 拥有这个智慧 你才能来去自由 对不对啊 举个简单例子 你开车想快点 你想早点回到家 你想早点 到公司去上班 你有你的自由 别人有别人的自由 你想在马路上 自由地来来往往 你想不看红灯 就开过去 反而越来越慢 而且会撞车 对不对 如果你想来去自由 你是不是应该 在自己的心中 懂得一个戒律 你才能 开车自由 碰到红灯 停下来 等到绿灯 你再往前开 这个才叫 来去自由 真正的自由 是守戒之后的自由 而不是 你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否则 你不但没有获得 应有的自由 反而会增加麻烦 所以 你必须 如理如法地 学佛 你才能 来去自由啊 大家都在 拼命地修心 如果你不修 想想看 你能到天上去 到人间来 来去自由吗 好像有来 好像有去 就叫如来 懂得这个心 我明白了这个心 不能有障碍 我要对别人成心 我不能害别人 否则 我会很难过 我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要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 我不赚你的 我不害你 这才叫 心无挂碍啊 你是怎么样 让自己的心 有挂碍了的呢 因为你的心 占了人家的便宜 你想 心不占人家的便宜 最好的办法 就是心无挂碍 就是说 我从来没有想 从你身上 得到什么 那么你才能 跟别人 自由自在地交谈 如果你今天 跟这个人交往 你想从他身上 得到什么 你一定 话也讲不清楚 意识表达不明白 颤颤巍巍地 不敢看对方 因为你心里 有自己的目的啊 人要学会 无挂碍 就是来去自由 心经里面讲 无挂碍故 所以 人 不能有挂碍啊 来去自由 就是让你 心无挂碍 人生是什么 很多现实的人说 人生就是一场梦 但是 师父说 他们说错了 人生不是一场梦 人生是游走于梦中和梦醒之间 就是要你在梦中 创造一个良好的 善良的 慈悲的心境 当你梦醒的时候 你才能回到你 应该回到的家园 寿命又是什么呢 很多人说 寿命无非是江山几度更替 最近 有一个1921年出生的老人家走掉了 他就是经历了清朝 民国 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山的几度更换 老人家都见证了 但是 他这个寿命 看到的 只是人间的争斗和执着 而我们真正的寿命是什么 就是要为众生服务 要学会为众生活着 就像我们伟大的佛陀 为了众生 他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为了众生 他寻找了一个 解脱人间苦难的方法 那就是 最后他传来人间的 一直到现在 我们还在受益的 佛法 我们已知之后 我们在拥打 我们的寿命 大生 我们自ign的 我们自ign的 受益 我们自ign的 为了优优 我们自ign的 我们自ign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